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会长 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学习到论文当中 云和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 菩萨功德庄严成就 天亲菩萨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 何者为四 第一种我们昨天有略略学习过 医者与依佛徒深不动摇 而便十方种种硬化 如实修行常做佛事 既言安乐国清静 常转无构轮 画佛菩萨日 如须米住持故 开住众生 于你画故 这是昨天 我们学习过的一段 极乐世界的菩萨 他们有殊胜的功德 菩萨们的功德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而在极乐世界呢 这一桩事情 来得好像特别殊胜 净土的菩萨 他们到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生不动摇 什么意思呢 人在极乐世界不用动 心也不动 十方世界 有哪个地方 需要他们去教化 自然而然 就献种种身 给予映化 身不动摇 而便十方 如实修行 修什么呢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纪颂当中 是这样说 安乐国清净 常转 无垢轮 无垢轮 就是佛 国地上圆满的功德 轮比喻 圆满嘛 不够 就是没有污染 我们常说 转法轮 现在不敢常说了 现在一说转法轮 很多人误会 是不是法轮功来了 法轮 是个圆满的标志 在佛法里面 常常用轮向 代表大圆满 转无垢轮 就是清净 圆满的佛法 也就是说 是用一层法 来教化众生 常转 没有间断 在极乐世界 大家天天上课 闻佛说法 然后把佛说的法 向十方普遍推广 其实是个法 是一切众生 自性在聚的 化佛菩萨日 用日比喻 就像太阳在空中 太阳不动 但是光明 变造大地 以此来比喻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在净土 如如不动 可是变十方大做佛事 做佛事 不是做三十七年 不是做超度 做佛事 就是教化众生之事 现在我们一提到佛事 就是超度鬼神的 神超度不了 鬼能超度得了吗 那么佛事 就是教化众生 引导众生 觉悟之事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 每天做的工作 就是这样 如须弥住持 像须弥山一样 如如不动 虽然做了这么多的 另一众生的事情 如如不动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有的境界 后面 特别为我们加一句 开足众生 淤泥花固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到十方教化众生 譬如到娑婆世界来 教化我们 我们这些众生 在五着恶世 现在 经过菩萨的教化 我们慢慢地 在浊世中 升起了菩提心 升起了愿望生心 这就好比 在淤泥中 长出了莲花 我们现在 是淤泥中的莲花 有没有长成 不知道 好像都长出来了 然后每一个人 就好比 在五着恶世中 长出的一朵莲花 在五着恶世 有一个好处 就是修行 如果真正下功夫 经上说 一日一夜 圣在无量寿国 为善百岁 在这边用功一天一夜 比在净土 要殊胜很多 有人说 既然这样 那就不用去了 这有个前提 在这边用功 而且用得相应 一日一夜 身心清静 超过极乐世界 太多倍了 所以有人就说 既然超过那么多 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呢 这个话 我们要 听仔细了 我们果然能做到 一日一夜的清静无然 比在净土 修行 在程度上 因为难很多 所以就来得殊胜很多 其实啊 我们就是一日一夜 在这边拼命用功 真正的成就 也无法跟净土 菩萨们 一念之间 所修的功德相比 比不上 他们修得太容易了 不过就是因为 他们容易 我们难 所以佛才赞叹 在这边难 难能可贵 用意在此地 并不是让我们 既然这边很不错 那就在这边好好修吧 我们修一天一夜 然后就是 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修 三百六十四天 退转 一天修得不错 剩下的就开始退 就像很多人打佛七一样 半年打一次佛七 回去之后睡七天 然后再放假七个月 这七个月不再念佛了 问道呢 说我打过佛七了 好像只有打佛七的时候 才叫休息 也有人拼命用功精进 一日一夜 不休息 不睡觉 这一日一夜过后呢 要用三天三夜来补回来 所以在我们这边 虽然理论上讲 难能可贵 但是这个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太不容易了 因此 佛还是劝我们 赶紧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到这边来 也是以种种方便 种种方便 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开的花 就是在淤泥中 开出净土的花 我们在这边 种极乐世界的莲花 极乐世界的莲花 就是我们生起愿望生心 净土中就有我们的莲花 这是菩萨们所做的事情 如实修行 就是到了极乐世界 菩萨们做什么呢 做这些事情 教化众生 接下来 大家请看论文 这是第二章 二者 必硬化身 一切时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 放大光明 稀能变至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种种方便 修行所做 灭除一切众生苦固 既言 无垢庄严光 一念及一时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群生固 比硬化身 前面第一种 说的是他们 不动本处 便往十方 这个事情很微妙 所以成菩萨教化众生 真的是 太轻松了 人在这个地方 如如不动 连心念都不动 十方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有众生需要帮助 那边就有一个菩萨 我们常讲 千处祈求 千处印 观世音菩萨 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 个个都是如此 他到这边来了 其实呢 其实他人在那里 一点都没动 假如我们也有这个本领 就太好了 新加坡的同修 下次来念佛 不用自己来 念佛堂里就有个你 不动本柱 便往十方 重提起用 不可置疑 那么这第二种呢 是讲他们的硬化身 硬化身 一切是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 这更进一步 前面呢 唯恐我们 还无法彻底明了 说就像太阳一样 化佛菩萨日 将日光变照 太阳不动 或许还有个先后 在这里一念一时 不前不后 就一切时 不前不后 同时 就是十方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有众生需要 头上门 随机硬化 这个感应道教 就在当下 就是我们这边 真的有需要 菩萨立刻就来 我们又打妄想了 我很需要菩萨帮助 求了好多次了 他都不来 怎么回事啊 我比较缺钱花 念观音菩萨 怎么也没送钱来 弥陀山好像缺义工 理事们天天念 怎么没有更多的义工来 菩萨怎么不来呢 其实菩萨来了 我们真需要的时候 菩萨就来了 可是菩萨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认识 甚至会把他赶走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真是这样的 菩萨来 他不会像我们想的 像一个庄严的形象 告诉你 我是观世音菩萨 来请客 不会这样的 他会用种种身份 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可能意识 哦 那个是菩萨 赶紧去追 人不见了 如果菩萨没有来呢 那说明我们还不是很需要 机缘未到 只要众生真的需要 菩萨真会来 不用担心 菩萨人手不够多 弥陀山人手不够多 倒是真的 极乐世界 有的是菩萨 无量无边的菩萨 而且这些菩萨 他们根本不用亲自去 十方世界 任何一个众生有求 他们不动本处 便往十方硬化 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 同时求 极乐世界 一个菩萨就够了 就像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 万处祈求 一切实处祈求 观世音菩萨 都能感应到 这就是很多人困惑的地方 既然这么厉害 我求了 为什么没有 这就是刚才说 菩萨来了 我们不认识他 还把他赶走 当然菩萨不会生气 菩萨还会再来 等机缘成熟的时候 所以感应道教 有种种不同的视线 不是按我们想的 这样去出现的 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一切是 不前不后 一心一念 念念之间 我们可以想啊 近虚空变法界 有太多的众生 需要帮助了 所以菩萨们是 心心念念 放大光明 什么意思呢 心心念念 都在利益众生 我们这边打一个妄想 菩萨们早已经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变致师法 稀能变致师法 极乐世界 每一个菩萨 都能做到 我们去了之后 也能做到 现在只能听到 做不到 教化众生 种种方便 修行所做 灭除一切众生苦 菩萨们 每一天都很忙 真的很忙 忙着什么呢 忙着灭除一切众生苦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到极乐世界 不是没事情做啊 到极乐世界 更忙啊 忙着帮众生 但是自己内心里面呢 永远清净 没有一丝毫染灼 这也是我们 今天要学习的 一种生活态度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 尽管去做 尤其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尽可能地做 心里面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什么呢 不要执着得失 不要执着利害 既然做了 就做得潇洒一些 举个例子 菩萨帮众生 要付出啊 我们很多菩萨 都会付出 到道场里面来 很多菩萨发心 有的出钱 付出财富 有的出力 付出很好 付出之后呢 不要计较里面的得失 譬如我出了钱 供养三宝 护士到场 这个钱拿出来之后 就不要再下 多少都不要下 有人说不行啊 我要盯紧一点 我要看看那几个人 拿我的钱干什么去了 要不然我不安心啊 我怕他们造罪业啊 那怎么办啊 最好自己拿去花 自己亲自去做 其实啊 我们的钱拿出来之后 主人就换了 我今天捐款 譬如说我做慈善 或者我挣灾 我这边有一千块 交给红石之汇了 这个钱就不是我的了 如果我还认为 这个钱是我的 我的钱没死掉 我只不过是 找了一个人 替我花钱而已 我还认为 我是钱的主人吗 这没有舍出去 至少舍得不彻底 既然舍了 这个钱就不是我的 我的功德圆满了 这一面放心 功德圆满 以后 他们拿这个钱 到底干什么了 他们的事情 我不去管 你说他要拿去 没有做正当的事情呢 他有因果 跟我没关系 以前 老和尚蒋经 常常提到 新加坡的 一个谈禅法师 谈禅法师 布施就是这样 每一次拿钱出来 他捐了很多钱 到中国内地去 建道场 每一次一出手 几十万上百万美金 他钱拿出来 交给对方 只说一句话 钱从我手上 到你手上了 主人就变了 我不是钱的主人 你是钱的主人 以后 你拿去做什么 不要来问我 我只说一句话 个人因果 个人负责 我的功德圆满 以后你拿去做什么 那是你们的因果 我不会过问 也不会天天追踪着你们 到底这个钱花到什么地方 老和尚常常以这个例子 赞叹 这是真正能舍 能不失 三轮体空 一心清净 这个舍 真舍 舍得彻底 佛尚们发心利益众生 就是这样 为什么说 他不起心不动念 如如不动不受影响呢 因为在菩萨们的境界中 根本没有所谓 利害得失这个观念 救度了这么多众生 如《金刚经》所说 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这些事情 我们认为是真的吗 都不是的 这不过是接引众生的一种方便 譬如说 我们付出了很多 当然 在我们看来 这是真的 现在呢 我们只不过是 把烦恼的心念 慢慢减少 譬如我来付出 付出了很好 付出之后呢 不要计较 因为付出的多 没有被人看到 心里面很郁闷 我都天天厨房做饭 怎么没人夸奖我呢 于是越做越生气 端碗的时候 故意大声一点 或者我打扫卫生 为什么总是被人忽略呢 或者我做的工作 好像没有人 来关注我呢 不要这么想 如果这么想 那我们就是在做样子 不是真正在付出 真正付出啊 是发自内心的 欢喜去付出 当我们这一念心发出来 就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 只管去做 甚至事情做完了 做得很不错了 有时候还会被人误会 有时候是人家 故意误会你 这些情况都有 于是我们会感觉 委屈不委屈啊 会感觉到 有那么点委屈 我都没做错 我都做了这么多 我都是义务的 为什么还这样对我 就像小朋友一样 躲一边去哭鼻子了 躲一边去伤心 去难过了 这很正常 也很常见 我们这些真的是 小朋友啊 出发心菩萨 小朋友啊 幼儿班的 所以一点点付出 受一点点委屈 我们就感觉 太不公平了 我付出这么多 怎么可以 这样对我 这就说明 我们那个得失的心 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真正付出 就是要慢慢地 把这个心 彻底地打开 得失看淡 付出的很欢喜 付出之后 大家都在接受我的付出 我更欢喜 有时候呢 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比如大家都来 很奇怪 他们都不动手 坐在那边聊天 讲闲话 这么多事情 他们都不做 就我一个人做 气死我了 边做边生气 大家都是义工呢 为什么他们不做 就我一个人做呢 有时候也会这样想 这样想呢 就很生气 一生气呢 就生病 一生病呢 就要看病 看病就要花钱 还要花时间 好不容易看好了 下次遇到旧病复发 还是这样 我们换个想法 譬如大家都在一个道场 我们发心做 我们是义工 外面有人来 他们不做 他们不做太好了 机会留给我们做 所有人都不做 我一个人做 义工都不做 护法都不做 会长去做 要这样 是这样的 道场里面就是这样的 一个道场里面的 助持方丈就是 领重的 什么叫领重啊 大家都不做的时候 我来做 大家都做的时候 好了 我可以退到一边 它起的是带头作用 带头做什么呢 大家不做的时候 我要带头做 让大家知道 什么事情该做 大家知道做了 好 我可以退一边 去找一些 别人都不做的事情 别人都不做 而且非常重要 要做的事情 这样一来呀 才能体现出我们的发心 我的发心 不是为了 在某一个方面表现 我的发心 就是为了付出 付出的很欢喜 这一种发心 是真诚的 发自内心的 这样去发心 人会很欢喜 做得很欢喜 做完之后 看到这么多人 譬如 我们道场里面的 理事们 义工护法菩萨 出钱出力 花时间 头戴这里 看到有这么多的人 来念佛 太好了 他们只需要 去念佛堂 好好念佛就行了 他们不用扫地 他们想扫也可以 不想扫 就去好好念佛 他们不用工作 只要肯念佛 工作没人做呢 我自己去做 要发这样的心 这个心一发 极乐世界的菩萨 就知道了 我那边有个同伴 在弥陀山的 这是真正发心的人 就会招感 相应的因缘来 我们的付出 不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 享受我们的付出吗 当更多人来 享受我们付出的时候 我们又不高兴了 那付出什么呢 所以应该看到 更多人 享受我们付出的成果 欢喜 我出钱 就是让更多人 来这边 好好念佛 我出力 就是为了照顾 更多念佛人 在这边安心长住 我花时间 就是为了陪大家好好 在此地念佛 大家能够在这边 安心地住 安心地念佛 我欢喜 我别无所求 这样一来 这个付出 就很欢喜 没有付作用 甚至我们做的认为 已经很不错 很完善了 还有些人误会 不理解 认为你们是不是要出风头啊 你们是不是要 要这个 搞明文立扬啊 种种言论 我们可能会感觉 我没这个意思啊 我们也不过是为佛法做点事情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误会呢 没关系 他们没误会 他们是在帮我们成长 有更多的人误会 说明大家都很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不关注 谁去误会你啊 所以被人误会 也是一种幸福 说明大家关注你 是不是啊 你如果这个人一点不重要 谁也不会误会你 那么多事情不去做 干嘛 天天来误会你啊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 看作是障碍 应当看作 这是陪伴我们成长的 增上缘 这样一来呀 我们就会欢喜面对 欢喜接受 来自各个方面的 评论也好 攻击也好 不理解也罢 欢喜面对 我们自己问心无愧 只是纯粹付出 菩萨们是这样做的 这叫不动心 什么叫不动心啊 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菩萨的事情就是纯粹付出 付出的时候心念不动 这个不动 用在我们现前的角度上 第一个不会退心 第二个绝不怀疑 只管这样做没错的 遇到任何打击 遇到任何的诽谤 绝不退转 这是我们现在能学的不动 然后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不断地完善 欢欢喜喜去付出 虽然我们没有极乐世界 菩萨们的那一种善桥 我们可以学 菩萨们是想尽办法 其实他们不用想办法 说想办法我们好理解 菩萨用尽慈悲方便 灭除一切众生苦 比如我们在此地 成就一个道场 为的是什么呢 没有别的 也是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念佛理苦得乐 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希望有更多人走进来念佛 消除烦恼 走进来眉头紧皱 走出去 笑口敞开 希望是这样 不要走进来欢欢喜喜 走出去 再也不回头 那我们就失败了 那么道场 没有别的 就是这个功能 就是提供一个场所 让大家在这里 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作为念佛道场 我们就是以净土法门 来接引一切有缘大众 希望 也能够给众生提供 这样一个离苦得乐的机缘 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做的 我们学他们的精神 祭诵里面是这样讲 无垢庄严光 所谓无垢 没有污染 清净 无垢庄严光 一念即一时 普照诸佛会 利益诸全身故 无垢庄严光 换个说法 菩萨们的发心清净 没有污染 智慧流露 心心念念 时时处处 这个光明啊 就是这个智慧 慈悲光明 没有污染的光明 变造十方 一切祝佛世界 祝佛会 利益一切 有缘众生 这说明极乐世界 菩萨们心理要大 我们今天 之所以学佛 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在教化我们 没错啊 我们学净土 历代这些祖师大德 我们知道的很多 都是极乐世界菩萨 成员再来的 他们以种种方便 在接引我们 回归净土 所以我们现在 正在受这些菩萨的接引 我们自己每个人 都得到菩萨的利益 那现在呢 我们也学着 菩萨的精神 尽可能地利益 更多众生 你说我不会利益啊 其实很简单 有些话不能说太直接了 说太直接了 有点不好意思了 怎样利益众生呢 回去之后多劝几个人来练佛 多劝几个人到弥陀山 继续打佛七 就这么简单 你说我什么都不会 其他不会 那就这么做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能力 行有余力 那不妨尽可能地 在生活中 多以佛法 接引众生 多为人介绍佛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极乐世界的菩萨行 报佛恩 我们将来去极乐世界 后面可以组团 不是一个人去 是带一大批 就像新加坡同学 我组团来念佛 希望以后团越来越大 有四十人变成四百人 就是学佛人众生 越多越好吗 念佛人越多越好 这样一来 我们也算是 为佛法的弘扬 做了那么一点点贡献 其实谈不上 这都是我们的本分 上报佛恩 向利益一切周上 这是第二种功德庄严 再看第三种 三者 必于一切世界 无于造诸佛会大众 无于广大 无量供养恭敬 赞叹 诸佛如来 功德 祭言 与天月花衣 妙相等供养 赞诸佛功德 无有分别心故 这是更进一步 菩萨们到了诸佛世界 与一切世界 他们到了诸佛世界 譬如极乐世界菩萨 到了娑婆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无于 无于是什么呢 无于就是便一切处 没有分别 可见得 极乐世界 菩萨们心量大 法源也好 举一个例子 观世音菩萨 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来到娑婆世界 就是此地讲的 无于造诸佛会大众 在释迦牟尼佛的大会中 处处出现 我们今天对观世音菩萨 熟悉得不得了 观世音菩萨 在释迦如来的法会中出现 利益一切 有缘众生 无于广大 无量 供养恭敬赞叹 就是菩萨们到诸佛世界去 见到佛 当然 先供养佛 无于是一尊佛都不漏 每一尊佛都去供养 所以到极乐世界 就有钱了 我们在这边要修供养 没那么多钱 十方世界佛这么多 大家有多少钱 也就是有一个亿 也不够的 一尊佛供养一块钱都不够 十方世界祝佛 无量无边 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供养菩 随心而现 所以广大无量供养 一切祝佛 一年之间 通通都可以供养 恭敬赞叹 祝佛如来功德 这就是上求佛道 向佛学习 然后呢 省略调的就是下化众生 供佛 赞叹佛 供养佛 为的就是更好的 接引众生 祭宋里面 是这样讲 与天月花异 这就是供养菊呀 想要什么 自然而然就来了 妙香等供养 因为我们喜欢 因为我们喜欢烧香 在佛前染香 所以妙香无量无边 赞祝佛功德 无有分别心 菩萨们心平等 对一切祝佛 平等供养 平等恭敬 我们现在呢 还是有些分别的 这个分别也正常的 我们缘不一样 到了极乐世界 那就是慢慢地 认识到真相 平等恭敬恭养 无有分别心 没有分别心 说明什么呢 极乐世界的菩萨 跟阿弥陀佛一样 平等心 再看下面 第四种功德庄严 逝者 必于十方一切世界 无三宝处 诸此庄严 佛法生宝 功德大海 便是令解 如实修行 既言 何等世界无 佛法功德宝 我愿皆往生 使佛法 如佛故 这是菩萨们 真正的发心 前面三种功德 都是讲到 有佛世界 教化众生 最后这一条 那就是讲到 没有佛的过程 加上这一条 菩萨们的功德 才圆满 十方世界 有很多地方 没有佛法 生三宝 所以十方一切世界 无三宝处 极乐世界的菩萨 都有这样一个 共同的心愿 与没有三宝的地方 何等世界 何等世界无 哪个世界 没有 佛法 共得宝 我愿投一个去 是佛法 如佛 在那个地方 建立佛法 建立三宝 如佛一样 教化众生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学的 推广佛法的精神 我们要到哪里 去推广佛法呢 哪个地方 没有佛法 到哪个地方 去推广 怎么推广呢 法宝 流通过去 有纪元 去走一走 慢慢地把佛法 带动起来 有些同修讲 在有一些国家 有些地区 有些道场 法宝多得不得了 到处乱丢 说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呀 哪个地方没有 赶紧寄过去啊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佛法要普遍推广 变法界炫耀 在我们这个世界 有佛教化众生 释迦如来 虽然有佛教化众生 但是依然有不少地方 暂时闻不到佛法 就是现在 资讯这么便捷 还是有些地方 可能连佛的名字 人们都没听过 阿弥陀佛法源这么殊胜 可能有些国家和地区 人们不知道 阿弥陀佛是谁 那么学佛的同修 大家呢 就可以发着一份心 比如很多人 到外面到处去旅游啊 满世界旅游 或者因为自己的事业 到处出差 出差的时候 不妨 随身带些法宝 走到哪里 送到哪里 你说这很少啊 不要看很少 这个因种下去 一个两个 都能够给众生 带来利益 譬如你到一个地方去 那里没有佛法 你带一些经书 法宝去 可能就送给几个人 这几个人当中 可能就一个人 真的学了 可能若干年之后 那个地方佛法 就因他兴旺 可能我们也不过是一种 无意的举动 有谁能知道 将来不会因死 接引更多众生呢 包括我们今天 学佛机缘也是这样啊 我们最初学佛 可能也是别人 无意中介绍我们 有空听听经 有空看看佛书 或者有空去哪里 到场走一走 开始我们不是很在意 以后慢慢了解 佛法好 以后呢又皈依了 以后呢又念佛了 现在呢又来打佛旗了 而且还是拼命发愿 要去极乐世界了 这都有一个过程 我们这样走进佛门 我们也希望 把这个机缘 提供给更多的 有缘大众 所以 过去大师菩萨 曾经讲过这样 几句话 就是为了鼓励大家 接引更多人念佛 大师菩萨讲 能劝二人修 比自己精进 能劝两个人念佛 真念佛 真往生 比我们一个人单独修行 要精进 什么缘故呢 我们一个人往生 只是一尊佛 他们两个人往生 两尊佛 能劝十余人 福德已无量 能劝十几个人念佛 这个人的福报不得了 劝人念佛 这是成佛的福报 能劝百余千 世明真菩萨 能劝成百上千的人 念佛 这个人菩萨发心 谁有菩萨才这么耐心啊 天天没事情 到处劝人念佛 这是菩萨发心 又能过万数 能劝上万人念佛 世纪阿弥陀 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就是阿弥陀佛的使者 阿弥陀佛派来的 只有阿弥陀佛才有这样大的愿力啊 才能赶召这么多人念佛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啊 劝人念佛 义不容辞 功德 殊胜无边 要修福修得最快的途径 就是劝人念佛 劝人念佛有很多途径啊 我们开口劝人念 我们流通法宝 劝人念 劝人来听经 也是劝人念佛 劝人来打佛西 那更是直接了当了 种种途径都是劝人念佛 当然我们也不用想 这样好 我只要劝两个人 我可能就不用念了 我要劝十个八个 那我就没问题了 以前老和尚是有这么说过 你要劝很多人都往生了 除非自己不想往生 自己要想往生 肯定就去了 什么缘故呢 这么多人都去了 将来他们会来接 但是我们也不用 求这个国报 劝人念佛 这是我们念佛人的本分啊 大家都念佛了 喜不希望 自己生活中遇到的 都是念佛人呢 多么希望啊 不只是希望在弥陀山 遇到这么多念佛人啊 回到家里面 总希望家里每个都念佛 是不是啊 你难道希望你回家 你念佛 他们在阿门 在上帝 你劝他来弥陀山 他欠你去教堂 总是很别扭吧 纵然我们要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真的能那么和谐吗 还是会有些别扭的 所以最好呢 最好呢 先下手为强 假如家里面 眷属 还没有其他信仰的 你不妨呢 用自己的善巧方面 引寻到他念佛 有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 你后家里就是念佛堂了 每个人都念佛 至少听到念佛不会反对 第二个好处 将来往生的时候减少障碍 这一家人都是内行人 他们肯定不会做外行事情 将来你要往生的时候 没人来祝念 没关系 家里有一套人嘛 直接就可以祝念了 如果你念佛 家里面每个人听到念佛 就反感 就反对 那自己肯定很郁闷啊 不得已只好天天往外面跑 跑到念佛堂去 可是你总要回家 所以劝人念佛 从家里开始 大菩萨 小菩萨 都劝 我们看到有小朋友来 很好 小朋友他不会认真念呢 他不懂得什么时候往生 没关系 从小就叫他念 他念熟悉了 长大 他不会反对 这是至少的 因为他小时候念过 那有些善跟深厚的 他从小念念 这个种子种下去 将来没准 他如果在家 那就是千层的居士 如果出家 那自幼学佛将来出家 那可能会成为一代高僧啊 有谁能说得准呢 我们看到历代很多祖师 都是自幼出家 然后再往身边推广 朋友们 只要是还没有信仰的 我们就用佛法 影响他 同时之间也这样 当然也不要太极端 我们在引导人 学佛 念佛的时候 要有些方便 要让大家欢喜 不会排斥 不会一听到就反感 哦 那个某某人又来了 又来劝我们念佛了 赶紧跑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惨了 我们要用善巧 要用方便 让大家欢喜 有些菩萨真的很难得 为了经意人学佛念佛 甚至自己牺牲奉献 我前段时间在印尼 有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 就是一个居士发心的 他一个人发心 建了一栋综合楼 很大 好像有五层 每一层 都有我们从念佛堂 到这一堂办公室那边 那么大 这么大 他那个地方呢 华人不多 正信 居士也不多 都是拜神的 神佛混为一坛的 他呢 接触了正信的佛法 想引导这些人 于是定期举行共修 送经啊 送地藏经啊 送无良寿经啊 等等啊 送经的时候 没几个人来 开始有些 可能凑热闹的 三十十个 结果看 看着天天都这样 没什么花样 不来了 开始呢 也挺苦恼 后来 想了个办法 就到中国去 请了好多 庄严的佛像 很精美的佛像 每个人看到都唤醒的 然后 放在道场里面 跟大家说 看到没有 佛像像不像 想 多少钱 不要钱 来这边参加 读地藏经 一个月 这尊地藏菩萨 请回去 无良寿经 一个月 阿弥陀佛 请回去 大家去想 这个好 不用花钱的 于是就有些人来 可是这还不够啊 佛像请完了 家里面总不能 老供佛像嘛 一个又一个 于是他 又推出了一些 新的奖励 来这边 参加供修 三个月 或者半年 每天都不缺的 他们的就是 共修活动 每一次都不缺的 而且很精进的 免费 带大家去潮山 出去旅游 他一个人出去 大家听这个太好了 免费出去旅游 去潮市大名山 大家就冲着 这样一种奖励 于是 通通都来共修 都来念佛 都来参加活动 开始是为了 这个奖励 结果一段时间 下来之后 该玩的也完了 该占的便宜也占了 接下来 不好意思离开了 于是慢慢发展 现在固定的通修 有三四百人了 到场他一个人供养 所有开销 他一个人出 奖励通修 也是一个人出钱 有些人看到 以为这人太傻了吧 他图什么呢 他也说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赚了很多钱 这些钱呢 都是国家的 我觉得 赚国家的钱不好 不敢一个人花 所以还是花在佛法上 花在利益众生上比较好 他说我可以买很好的跑车 但是没有 他开的车很普通 他可以住很好的别墅 也没有 住的地方很简陋 但是他宁愿为三宝 建庄严的道场 我看到之后 很赞叹 这是佛门讲的真正的补偿 真有这样的人啊 要不然佛法在这个世间 如何兴旺啊 有人说了 我没这个能力呀 我们是举例而言 能力大的 不妨多做 能力小的 尽力而做 功德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佛法里面啊 质论复出 不要去比较 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发心 往生净土 到净土之后 又以他们这样的广大心愿 到十方世界去推广佛法 我们今天不妨学一下这个精神 哪里没有佛法 哪里就去推广 我们今天比较难 不太容易做到 那现在呢 范围缩小 譬如在道场里面 哪个地方最需要人做 没人去做 我去做 这就是菩萨法系 最脏最累 最苦的工作 没人做 我去做 有人愿意这么想吗 肯这么想 这就是菩萨法系 又肯这么做 这个人就是真菩萨 菩萨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有多次提过 菩萨就是哪里需要 哪里现成 就是最需要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出现的时候 菩萨就出现 大家都来了 菩萨就悄悄地衍生了 菩萨就是这样伟大 这样了不起 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菩萨呢 菩萨就那么好 做了好事 他也不求任何果报 而菩萨的果报 却远远超出 凡夫众生的想象 后面会有几啊 菩萨不求任何果报 可是菩萨 一个比一个钱多 你看很奇怪啊 菩萨没有穷的 一个比一个富有 智慧一个比一个殊胜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的心开了 他不断地付出 不停地布施 所以福报越来越大 他不再想自己的一切 只想如何利益众生 所以智慧越来越殊胜 没有烦恼 他只想如何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菩萨们的快乐 是享受不尽的 真正的快乐 后面会有说 就是给予众生快乐 这是菩萨们 是种壮严功德 归纳为斯大利 极乐世界的菩萨 如此 我们今天也不妨 学一学这一种精神 好 接下来呢 是总结前面所讲的 这一种观察 对于国土 佛 菩萨的观察 下面的论文 是做一个总结说明 又像说观察 庄严佛图功德成就 庄严佛功德成就 庄严菩萨功德成就 此三种成就 愿心庄严应知 略说 入以法聚固 以法聚者为清净聚 清净聚者为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固 好 先看到这里 有像说 像说就是前面所说的 前面说庄严观察 观察就是让我们用心去看 用心去观察 依照经上讲的去想 净土的庄严 佛图功德成就 观察佛功德成就 观察菩萨功德成就 这三种庄严 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是愿心庄严 所谓愿心庄严 就是前面所介绍的 佛 菩萨 国土的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愿 所成就的 是阿弥陀佛本愿力 成就这样庄严的国土 成就圆满的佛果 成就这么多的菩萨们 而同时呢 庄严的国土 庄严的佛果 庄严的菩萨 又回过来 庄严四十八愿 这意思就是假 这四十八愿没有白发 你看 成就这样殊胜的国报 这是互为应骨 应知 这个道理 我们应当要知道 略说 总结来说 入以法句故 这一法句 也就是说一句话 这一句 就是高度总结的话 前面所讲的 国土的庄严 佛的庄严 菩萨的庄严 总结入一法句 就是把前面广说的内容 总结到一句话当中 顺便考试一下 大家也想一想 前面讲了这么多庄严 大家能不能用一句话 把它说出来 其实后面有答案 我们自己不妨 想一想 佛 菩萨 国土 这么多的庄严 能不能够用一句话 把它总结出来 而且总结得 很精确 略说入以法句故 这一法句 就是下面说的 以法句者 为清净句 用一句话 来说明 极乐世界的一切果报 就是清净 清净句者 为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骨 这是进一步解释 这个三句 辗转相入 以何名义为法呢 什么是法呢 这一法句 就是这一句 到底是什么法句 是什么话呢 就是清净 那什么叫清净呢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这就是清净 清净的内涵 那什么是真实智慧呢 这越说呢 就越悬了 可能听到清净 我们还有点概念 直到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这似乎 不太容易理解了 真实智慧 就是实相智慧 实相智慧是什么呢 实相就是明了 诸法实相的智慧 就是观察宇宙人生 事实真相的智慧 通达 通达 诸法实相 这一种智慧 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是什么呢 无为法身 就是圆满的佛果 清净法身 法身无相 但是它现一切相 从这个角度讲 极乐世界 庄严的佛果 庄严的国土 庄严的菩萨 全体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法身无为 法身没有造作 无为的意思 就是没有造作 没有造作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而是法身 如如不动 就像前面讲的 菩萨们如如不动 但是 能成一切佛事 那么极乐世界的 所有庄严 都是真实智慧所成就 都是无为法身的 圆满显现 这是总结净土的庄严 天亲菩萨 真是煞费苦心 先归类 归为三大类 国土庄严 佛庄严 菩萨庄严 大家不妨想想 整部《无量寿经》讲什么 讲这三件事情 佛庄严 菩萨庄严 国土庄严 再归纳 一句话 清净 所以那个土叫净土 你说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优点啊 不能一系说 选一个最重要的 净土 清净 这个净土 是真实智慧所成就 是 圆满法身的显现 所以这是总结 一法句就是清净句 那接下来 再进一步 为我们分析一下 清净的内涵 大家继续看了 此清净 有二种 应知 何等二种 一者 气世间清净 二者 众生世间清净 气世间清净者 如相说 十七种 庄严佛土 功德成就 是名 气世间清净 众生世间清净者 如相说 八种 庄严佛 功德成就 四种 庄严菩萨 功德成就 是名 众生世间清净 如是 一法句 是 二种 清净 应知 这一段论文 大家可能要 仔细地看 认真地听 否则 脑袋会大 这到底讲来讲去 讲什么呢 不过 这却是 整部论文的核心 所以 我们要 特别留心 此清净有 二种 前面所讲的 一法句 清净句 具足了 两种内涵 应当要知道 下面呢 就是为我们讲 何等二种 哪两种呢 这两种 其实又展开了 但是 这不是重复 哪两种清净呢 归纳起来 一者 气世间清净 气世间 就是一报 一报就是 生活环境啊 生活环境 山河大地 大千世间 这称为 气世间 有三种世间 这是 学习华严经的时候 所归的类 气世间 智政觉世间 还有 友情世间 那么在这个地方 归为两类 气世间和众生世间 把佛跟众生 都归到这一类 归类方法不同 只是方便 我们理解而已 气世间清净 就是环境 状元清净 这个清净 就是前面 我们总结了 净土就是清净 可以代表一切了 具体来说呢 国土清净 众生清净 众生世间清净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讲清净 是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 是人的心要清净 另一方面 外面的客观环境 也要清净 这才叫彻底清净 真清净 而在这两者之中 净土是完全具备 不用讨论了 我们现在说说 我们这边 方便理解 我们这边呢 环境不清净 我们的心 也不怎么清净 而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心 不怎么清净 这个不怎么清净的心 甚至有时候 会影响我们 对环境 做出错误判断 譬如 有这样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说是 有一个人啊 到法国去旅行 然后 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超市里面卖 市场里面卖的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器皿 好像是盛什么东西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盘子 碟子碗 盆子一类的 他看上去 上面画得很精美 很不错 他认为啊 这个应该是盛汤喝的 或者是盛饭的 反正就是盛什么东西的 就对了 也没有仔细问 买回来做纪念 平常他都舍不得用 这一年呢 他生日 宴请宾棚 请了好多人 大家都来给他过生日 他呢 就把这个盆拿出来 然后盛了汤 大家就在那边 有说有笑 吃得不亦乐乎 正巧这一天 他有个法国朋友也来 法国朋友来晚了 大家都在吃得吃到一半 这个朋友进来了 进来之后围着圆桌 很奇怪地看 就把这个朋友叫过来 他说你怎么回事啊 到底出现什么事情 他说你知道吗 你用的是什么东西在盛汤 他说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我从法国带回来的 这个多静美啊 这个法国朋友也讲了 他说你知道吗 法国人用这东西干什么 不知道啊 他说法国人啊 是小便手用的 或者是那个病人 病得实在 不能上厕所了 用来土台 用来做这个事情用的 他这么一说 所有的朋友 全部跑洗手间去吐 心里不清净 而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个东西 它是清净的 它没有成过小便 它没有成过肮脏的东西 干干净净 刚出场的 但是大家看习惯了 一听到这个 马上就心里面产生感应 所以有科学家 也做过这样的心理试验 就是新的马桶没有用过 里面有自来水 干净的 从里面咬一杯水 给你喝 喝得下去吗 一般人可能喝不下去 但是水是清净的 决定清净的 可是我们的习惯 让我们做出错误判断 我们就认为 那就是马桶的水 肯定不干净 其实我们的心 才不干净 所以清净有两种 而最关键的 就是那个心 在佛门中 有这样一则真实的公案 新罗国有一位高僧 元晓大使 他到唐朝来求法 与几个同参一起 结伴来 有一天 他们天黑了 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 所以没办法 就露宿野外 住在一个山洞里面 晚上大家口都很渴 到处找水 找来找去 找到附近 听到有水声 借着微弱的月光 大家就靠近一看 好像有吸水流下来 几个人发现水很高兴 仔细看看 很干净 月亮有多亮呢 所以看不清楚 大家的心理作用 很渴 看上去有水 又不怎么肮脏 也没什么味道 其实是口渴 让大家做出错误判断 于是大家 就很满足地喝饱了 喝饱之后 每个人 躺下来休息 第二天醒来想 昨天喝的水很好 我们再去喝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又来到这个地方 一看 每个人都吐 大家猜怎么回事 是从史诗当中流出来的水 几个人看到 呕吐不已啊 只有元晓大师 当下开悟 悟到什么呢 万发违心 同样的水 不同的心境 让人有不同的感觉 假如他们永远不知道 他们就永远以为 昨天喝的是甘露 这个就是心念的力量 所以 在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国土着恶 我们改不了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改心 让心变得清净一些 在生活中 尽可能地 往正面 去引导自己的心力 不要往负面去想 你要往负面去想 那真的 就痛苦不已 日子就不好过了 而我们的心理习惯呢 往往会让我们 做出错误判断 所以佛法里面 修行的重点 就是教我们修心 修正我们错误的心态 这是修行的重点 而种种的借条 种种的要求 不过都是为修心而服务的 我们要掌握到重点 就知道该怎么修了 说到这里 这几天 有不少同修 发心 受死八观再见 那么有同修 问了这样几个问题 说过午之后 能不能吃药 药可以吃 过午之后可以吃药 就是受死八观再见 哪怕 就是受出家戒 药可以吃 其实我们现在 晚上吃的也叫药 药食 做药饷 就没问题 哪怕是饭 当药去吃 也没关系 不过呢 你可不可以想 那这样好了 那我这个药很好吃 我就多吃一点吧 虽然这么说 还是要说一个原则 就是真的 需要吃药 那么就当药吃 或者有些人 真的肠胃不好 他需要分很多餐来吃 那没关系 他这个饭就当药吃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说皮肤干燥 擦带有香味的护肤膏 是否可以 擦一擦也问题不大 不要贪着 那个香味就好 还是讲得心理 那么八观再见 要求不要用这些化妆品 护肤品 就是怕大家闻到这个香味 起执着 如果不执着 你说把所有的虾都给我 我也无所谓 那没关系 这就不受影响 不过这一点点呢 影响不大 不要贪着就好 有些呢 可能真的皮肤很干燥 不擦就难受 那就当药去擦 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 出坡的时候 不小心 打死蚂蚁 该如何忏悔 那么打扫卫生的时候 误伤小动物 有时候免不了 尤其是小蚂蚁 所以 打扫卫生的义工菩萨 边打扫卫生 边念佛 边做边念佛 过后也不要很自责 我没有意愿伤害它 这是我的工作 我发心去做 那么有些同学说 那边蚂蚁多 我不要了 就换个人去做吧 换个人 他也要这样做 所以自己去做 自己呢 做的时候 不是为了杀生 也不是为了误伤 我是为了让大家 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我这样去做 念佛 不存杀心 就是这样 让环境更清静 出于这样的发心 我去做 尽量小心 减少误伤 然后念佛 给他们回向 祝福他们 到净土去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自己过后 心里面还有些不安 那么就念佛 回向给他们 或者专门 给他们立个牌位 也没关系 其实没有必要 这样吓唬自己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 避免了 还是不小心 那没办法 因为我们是凡夫 凡夫在生活中 避免不了 误伤众生 所以这个不杀生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不要故意去杀 不要纯杀心 我们不是正果的圣者 正果的圣者 他们不会再杀神了 比如正小城 虚头还国 走路的时候 他的脚 是离开地面的 大家不要以后看到 每个师父来看看 师父脚也没离开地面 凡人是看不到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是别人看他 脚还是踩在地上 但实际上呢 他的脚是离开地面 这是什么缘故呢 他的道力 自然而然守护 他的慈悲心 不会伤众生 他如果去种田 他的篱子 他的工具所到之处 那些小虫子 自然而然会离开一段距离 不会伤害到他 这是他的慈悲心成就了 所以我们今天没办法 我们现在是尽可能的 不要存杀心就行了 误伤的呢 我们忏悔了 我们念佛 回想给他们祝福了 过后 不要再劳想这个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个问题 说过午之后 能否喝道场所煮的凉茶 凉茶可以喝 不要吃 如果里面有东西 不要吃就行了 只是当茶喝 当水喝就可以了 当药喝也可以 你说我口渴 我当药喝 我犯了口渴的病 当药喝 吃东西就是当药啊 就是你当药去吃 那就没问题 这都是一种心理作用 为的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同修呢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 吃饭的时候 吃着吃着 哎呀忘记了时间 他不是有意的啊 跟大家一说了 大家就没份了 就是他吃饭 吃着吃着 忘记时间 哎呀时间超过了 当他知道超过的时候 就不能再吃了 但是他还不知道的时候 是真的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不犯 大家可不可以说 那太好了 我从此以后 每天都装着不知道 这叫骗自己 这就是说 他观念中 没有破 这个观念 没有破摘这个观念 没有时间这个观念 那这种情况 这是例外 这讲的都是一种心理作用 也就是说 这种种借条 都是为了让我们调心 而所开出的一些教会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应当知道重点在哪里 那么现在 极乐世界的清静 客观环境 每一个往生的人 心地也清静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该怎样修 才能到净土去了 在这一边 我们是没有办法 至少在暂时是没办法 把整个地球变得很清净 说不到 虽然我们也常常说 要净化人间 把人间变成净土 这只是在精神上去提倡 其实呢 其实做不到 客观环境做不到 我们只能说 转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越来越清静 然后 用清静的心 去看生活中的每个人 去过生活 这样 我们自己的生活 会被净化 减少污染的心念 我的生活 跟其他人不一样 别人是污染的 我是清静的 只能是这样 我们具备了这样的 清静心形 那么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就肯定有份 因为那是净土 我们需要 有少分的相静 要求不多 哪怕少分 少分 什么叫少分呢 念佛的时候 想佛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我的心是清静的 这是比较低的标准 那有人说 佛不是很慈悲吗 管它清静不清静 应该都接走才对呀 佛 是愿意把每个众生都接走 但是 众生的心 多少要有那么一点点 相应 才可以 否则 佛的愿力 在这个众生身上 很难发挥作用 譬如 他根本不相信 他根本不愿意 他纯心要去极乐世界 搞破坏 你说 还能感应佛来接引吗 当然就不能了 所以 至少 要有少分的清静 那我们现在 用种种方法来修 就是让我们的心 有哪怕那么一点点 少分的相应 少分的清静 就好了 从此以后 我们的修学 就有一个标准 清静 例如我们打一个佛奇 这个佛奇过后 我的心是不是比之前更清静一些了 我是不是放下的更多了 计较的更少了 佛号提起来 是不是感觉更亲切了 对阿弥陀佛的思念 是不是更恳切了 从这个地方检点一下 这算是我们一个佛奇 有收获了 收获什么呢 收获就是心里面的东西 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越来越清静 种种法门的修学 其实都是这个标准 心越来越清静 那么极乐世界 这两种清静 气世间清静 众生世间清静 展开来如像说 十七种庄严佛土 共得成就 是名气世间清静 哪些是气世间清静呢 前面所说的 佛土的共得庄严 属于环境 就是气世间清静 众生世间清静者 两种 如像说八种 庄严佛 共得成就 四种 庄严菩萨 共得成就 是名 众生世间清静 这是 众生世间 具备这两种 佛和菩萨 合起来 就是正报和一报 同时清静 也就是 外面客观环境清静 心也清静 其实 客观环境的清静 是由心 所现的 有人说了 我们现在心都清静了 这个地球难道会变成净土吗 会的 真的会 但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 做到彻底清静 这个事情 假设不来 就像很多人问 说你们都学佛了 都吃树了 都不吃肉了 那岂不是变成动物世界了 这个假设不能成立 因为很多人 不会吃树 首先这个问话的人 他肯定不肯吃树 还有人说 那你们都要出家了 遇到出家人说 你们都要出家了 那这世界就绝后了 这假设也不存在 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出家 同样的 如果众生 心都清静了 这个地球真的会 像净土一样 问题就是 大家心不会清静 就是我们天天在这边说 修清静心的 这些修行人 修了好久 心也不怎么清静 只不过呢 可能比不修的人 好那么一点点 我们这个就是 天天在洗啊 有污染了 天天在洗 好不容易 洗出来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比一般人 可能清静那么一点点 其实 还有很多污染 还需要不断地洗 用这句佛号去洗 用种种方法去洗 有一点可以肯定 我们清静一分 我们生活的空间 就感受到一分的清静 比如说我们念佛人 当我们心中 佛念越来越强 心越来越清静 就感受到 我们生活中 真的会少很多干扰 以前认为 老是来捣乱的人 现在不再认为他捣乱了 以前看上去很讨厌的人 现在看上去 也能说得过去 他不怎么讨厌 其实真正讨厌的 可能是那个念头 以前看上去 环境挺着恶的 现在慢慢发现 其实环境也就那么回事 也不过就是 我们生活习惯不同而已 举一个例子 在农村里面生活习惯的人 农村里面可能有些环境 很乱 左边是垃圾 右边就是厨房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景 但是他感觉到很正常 很自然 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 去了一看 一天都住不下 他这边上厕所 这边吃饭 你会感觉 这怎么能过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习惯不一样 你如果在那边住久了 也就习惯了 也就是这样 所以 这没有一个绝对标准 都是相对而言 我们在这边 只能说 尽可能地 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以清静心念佛 越念心越清静 虽然 我们无法达到绝对清静 还是要尽可能的清静 那么这一段 谭卵大师 在注解中 是有一些精彩开示的 我念一些 给大家听一听 众生为别报之体 国土为共报之用 体用不一 所以应之 众生为别报之体 就是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 这是别报 每一个人的夜报不同啊 好比我们每一个人 夜报不同 但是国土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这是 共同的夜报 都生活在一个地方 往生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 来自不同的地方 这是别报 但是都生活在净土 所以这是共报 这是为我们 为什么要说两种状言 两种清静 就是说 里面具备这样的内涵 然诸法新成 无余境界 众生及气 父 不得意 不得一 众生和气 就是前面讲的 众生世间和气世间 就是正报状言和一报状言 这两种状言 两种清静 其实 很微妙 这个微妙呢 大师这样说的 不得意 不得意就是 他们分不开 不得一 是一二三的一 可是他们又不是一个 这个事情很微妙 你说它是二 明明在一个地方 都在极乐世界 你说它是一呢 环境是环境 人是人 所以这个很微妙啊 不一 不义 这就是净土的状言 那么这样说来呢 我们现在 在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跟这个说婆世界 其实也是 不一 不义 不一呢 我们跟环境不是一个 环境是环境 我们是我们 但是我们跟环境 又分不开 我们要依赖 在这个环境 去生存 而环境中的所有现象 又都是我们的心 和业力献出来的 这个道理要仔细听 要不然像绕口令一样 绕来绕去 就绕糊涂了 不过呢 这个却是大成经典当中 常常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跟环境的真相 真相是不一不义 那么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开示 不能一一细说 大意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好 大家继续看论文 这是过渡到回向这一门中 如是就是像前面所说的 这样去观察 这样修射魔他 修射魔他 前面讲了 修射魔他 指 以坐愿门 方愿 念佛 以这样的方法 止息我们的种种恶念 这叫射魔他 辟弗舍那呢 就是观 观什么呢 观察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广略修行 成就柔软些 就是前面所讲的 总结的修行方法 展开来的这些细节 不管是广说 还是略说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用这些方法 让我们的心 慢慢的柔软下来 成就柔软心 什么叫柔软心呢 柔软心就像 一个东西很软 像草很软 碰到它 不会生气 你碰哪边 它就往哪边倒 我们现在的心呢 缺乏的就是柔软度 因为我们的心 很刚强 真的很刚强 地藏经上讲 刚强 难化 一个比一个厉害 每个人的心 都碰不得 要命的 不过现在人呢 有个新的说法 这叫有个性 小小朋友 很有个性 父母亲都说不得 一说他跟你闹 再说跟你吵 再说离家出走 我们凡夫众生 这个心很刚强 所谓刚强 就是没有办法 接受圣前教会 有很多习气 在其中用 所以修行 修什么呢 古大德常说 让心柔软下来 像海绵一样 你怎么样去遮他 他都不会反对 一点脾气都没有 所以我们修行的功夫 从哪里看呢 就是看我们的柔软度 有几分 在生活当中 有些事情 是可以磨练我们 让我们的心 变得柔软的 比如说 在道场里面 没完没了的 琐碎的事情 会长会不会烦 义工们会不会觉得 太无聊 天天都是这些事情 这磨练我们的柔软性 有些事情 就那么无聊 就是一遍又一遍 天天在你不想 看的时候出现 偏偏在你想休息的时候 他来了 我们有时候遇到 也很无奈啊 我又不是没遇到过 每个人都会有啊 有时候开始 遇到的时候会感觉到 太过分了吧 怎么和这个样子呢 以后慢慢的 习惯了 反正就这样 到最后呢 若无其事 心柔软下来 就是这样磨练 磨出来 所以生活及时修行 把生活中的种种境远 都看作修行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会遇到 或多或少的一些磨练 这些磨练 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 我们的心在里面 就慢慢地柔软下来 由最初 看到就很不平 就想生气 不是想生气 干脆就生气了 到最后 慢慢地看得很平淡 这是我们的心 慢慢地柔软下来 现在呢 加上念佛 发愿念佛的缘故 我们常常这样想 我这一生是要去极乐世界 这叫发愿啊 修什么它 虽然这一边不怎么好 但是我有更好的去处 常常观察极乐世界 所以当生活中 遇到种种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的心啊 也不至于那么高强了 慢慢就会柔软下来 在生活中 最能磨练人的 大概就是这些人士了 就是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就这些事情 最能磨练人 遇到 没有办法共处的 不要生气 你要这么想 这可能是阿弥陀佛派他来 专门气我 让我找一天去极乐世界 你要这么想 气气就很开心 不会一直气下去 要不然你会在这边留恋啊 所以找一个人 天天在这边整整你 整整你在这边住不下去 说婆世界住不下去 那你就赶紧去尽聪吧 做什么事情 总是不顺 你要想 这是叫我不要留恋 加强我的往生心 我不要怨天尤人 这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呢 心就在这个里面 慢慢柔软啊 真正念佛人 真的就是把生活中的 一切遭遇都看作是修行 好的 我们要想 阿弥陀佛很慈悲 最近关照我 给我花红 给我奖励 但是这一点 我是不能满足的 我要去极乐世界 我要去得到更好的果报 不要眼前一点小小的果报 自己就沾沾自喜了 这个说婆世界的果报 不值得我们留恋 或者想 这是阿弥陀佛考考我 看我有没有贪心 看我会不会执着 这样去想 这样一来 我们现前生活 那就是在修作乐 修圣摩塔 在修观察 在修僻婆舌 这样种种修学 让我们的心慢慢柔软下来 所以真正修行功夫 从哪里看呢 就是看一个人的心性 有没有越来越柔和 我们常讲老修行 什么叫老修行呢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他都不慌不忙 不急不着 他的心是柔软的 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情 你去跟他讲 这个事情不得了要命的 他笑笑 别着急 没关系 没事 甚至我们认为很坏的人 去跟他讲 那个人没那么坏 甚至他跟你说 太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 已经被磨平了 对什么事情 都看得很平淡 很平淡 很正常 因此 他在种种境远中 他不生烦恼 他甚至都不用起心动力 这是教我们 怎样用念佛 来修 我们的心性 现在修成了 现在生活中 就很好用 慢慢地 我们在生活中 让心柔软下来 遇到什么事情 由开始的大呼小叫 到后来叫的声音慢慢响 到以后啊 遇到了若无其事 心平其合 不容易啊 你在那边听经 滴滴滴 手机响了 接到一个短信 家里面防止起火了 还能心平其合吗 所以不容易 这是要练功夫的 净土圣贤路里面 真有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念佛人 他就是开店 有一天 到店里去上班啊 一大早去 远远看到店起火了 假如是我们该怎么做 一般人会 赶紧喊救命啊 喊阿弥陀佛帮帮忙啊 或者扑上去去救啊 他看到之后呢 看到起火了 他像没事一样 也不慌不忙 不跑来去救 就跪在地上 向天空发愿 发什么愿呢 我们可能想不到 他发愿 说这个火啊 只需要把我家的电 烧掉就可以了 不要烧掉邻居家的电 因为电都在一起的 可能那个电也没得救了 但是他这个心愿 却是真诚的 只需要把我的电烧掉 这可能是我的意 我欢喜承受 我一点不怨恨 但是不要烧掉别人家的电 然后就念佛 果然这个火烧光 把他家的电烧光 周围的电 一点都不受影响 那有人说 他怎么过日子啊 他已经做好准备 不过日子了 所以回家 就开始精进念佛 这样的人彻底放下 不往生才冤枉啊 所以没多久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真正放下 在他看来 这是阿弥陀佛帮他的忙 一把火 让他通神放下 没有牵挂了 但是一般人 不是真放下的 决定做不到 我们又看到 另外一个例子 印光大使文抄里面 记载的 当年印竹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局势 也是学佛念佛的局势 叫魏锦舟 他家也是起火了 所不幸的是 起火 他虽然 可能也求了 学佛念佛人法 但是他家烧光 他因此 一病不起 心里面 愤愤不平 就想 为什么佛菩萨 不保佑他 为什么他学佛了 还有这样的遭遇 他想不通 他没有像刚才 那个居士 那么大方 所以 他就因此 业障 现前越来越重 印光大使听说 出于关心 给他写了一封 很长的信 这封信 在文抄里面 很出名 印竹于魏锦舟 居士信 很长 一篇论文 很精彩 有机会 我们可以单独学一学 印竹一开始就说 举了很多例子 说我们在这个世间 很多遭遇 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别说我们一个凡人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 尚且有三个月 马脉之报 有提婆达多 推石头害他 还有种种不如意的遭遇 就是世间圣贤 孔老父子 也有绝粮的时候 也有被人围攻的时候 甚至孔老父子 最得意的学生 也是英年早逝 三十岁 延回就死掉了 诸多的不如意 他们是圣贤 上前遇到这么多不如意 在我们看来 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他们过人的地方就是 遇到这些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怨过 他们明了因果 所以坦然面对 这一封信 就是交给学佛人 在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学习的佛法 用佛法引导自己 走出困境 首先明了因果的话 我不会怨 既然遭遇这个果 一定是我造的因 我不怨人 进而念佛人 如果能够用这个负面的遭遇 提升自己念佛的静静 让自己的出离心更强 那这遭遇太好了 天天说要放下放下放不下 等会要回去的时候 车子没了 看见放下放不下 当然一般人 不太容易这么想 可是有时候你不这么想 偏偏就有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办 所以当遇到这一类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怎样挑衅 因为生活中的很多遭遇 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但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可以左右 我们不要被这些遭遇 牵着鼻子走 要在种种遭遇中 让我们的心 慢慢超脱出来 不再那么刚强 成就柔软性 这不容易 我们修 修的就是这个柔软性 如实之 广略诸法 广略诸法 如实 就是如实相而知 真实的明了 前面所说的 总共二十九句 广略诸法 广呢 就是展开来细说 略呢 就是总结一句 清净句 然后把前面所修的这些 总结一下 礼拜 赞叹 作愿 观察 然后 如实成就 巧方便回向 通通打包 回向 这个回向 就是下面所要讲的回向 这个内容也非常丰富 大家继续看论文 何止 菩萨巧方便回向 菩萨巧方便回向 神经 为说 礼拜等五种修行 所及一切功德善根 不求自身助持之乐 欲罢一切众生苦固 作愿摄取一切众生 共同生彼 安乐佛国 是名菩萨 是名菩萨 巧方便回向 这一段 先为我们 先为我们 自身助持持之乐 下面会为我们分析这里面的道理 因为求自己 单单求自己快乐 自己快乐不起来 而且会更苦 不求自己快乐 只想帮众生快乐 自己会比所有人都快乐 这个事情很微妙 不信 不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在生活中 比如一个人 只拼命地想 一个人享受 慢慢 所有人会孤立他 比如一个人在大众之中 他只顾自己 什么人都不顾 大家看到他就会很讨厌 他就说享受 也享受不了多久 到最后 会众叛亲民 如果他懂得跟别人 分享他的快乐 分享他的果报 于是大家呢 就会很欢喜 围绕在他的左右 他不知不觉 就被这一种 欢乐的气氛感染 他就变得比所有人更快乐 因为大家是因他而快乐 这个道理 中国古人懂 孟夫子说过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一个人快乐 却没有办法跟人分享 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你有一件事情 很欢喜 很开心 可是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很痛苦啊 很郁闷啊 所以一个人欢喜快乐的时候 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大家想一想 今天很开心很快乐 或者生活中 今天很开心很快乐 遇到有喜事 通常是怎样 电话拿起来赶紧拨 赶紧拨 告诉自己亲近的人 喜欢的人 乃至从来不联系的人 也告诉他 我今天怎样怎样了 我很开心 遇到人就开始 滔滔不绝 这说明什么呢 人在本性当中 就有这样一种感觉 快乐与人分享 会更快乐 分享不出去 反而变成一种痛苦 这个道理后面会进一步 为我们论述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先说一说 回向的真实意 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根 不求自己果报 只求什么呢 欲拔一切众生苦苦 我们念佛 我们修善 我们往生 是为了救度 更多的众生 作愿 摄取一些众生 发愿 我的所作所为 是为一些众生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回向 同生彼 安乐佛国 念佛的同修们 要特别留意了 我们念佛往生 不是自己享受 所以念佛的时候 听过经的 明了的都要发愿 我到极乐世界 是去成佛 度众生 不是为了一个人 谭伦大师 在这一段读解中 有一段很精彩的开始 这一段呢 我觉得有必要 跟大家说一说 大师先是引 《无量寿经》上 所讲的 三倍往生之中 虽行有幽烈 莫不揭发 无上菩提之心 大家回想一下 《无量寿经》 因为往生论 是以《无量寿经》 而说的 《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 每一倍 都是讲发菩提心 先讲发菩提心 然后是一项专利 其他的行为 多少没关系 但发菩提心 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我们 在《无量寿经》上 看到的 大师也在这里提示 使无上菩提心 即是愿作佛心 什么是无上菩提心呢 愿作佛 请问大家 愿作佛吗 真的愿意吗 愿作佛 还是愿坐在这里 打瞌睡 愿作佛 先发这个愿 你说我还不知道 作佛干什么呢 先别管 先发个愿 愿作佛心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佛 大家平等 先发这个心愿 愿作佛心 愿作佛心 下面会进一步告诉我们 什么是愿作佛心 愿作佛心 即是度众生心 大家愿意做佛 刚才说过了 那进一步呢 愿意做佛 佛不是坐在这里的 佛是干什么的呢 佛是要去度众生的 所以愿作佛心 就是愿意度众生的心 再进一步 度众生心 即摄取众生 生 敬佛 国土心 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怎样度众生呢 就是前面说的 很简单 劝人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摄取众生 往生净土 劝大家 念佛到极乐世界去 是故愿生 彼于安乐净土者 要发无上菩提心也 这特别交代 所以要想往生 极乐世界的众生 要发无上菩提心 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 但闻彼国土 受乐无奸 为乐故愿生 亦当不得往生也 大师在这里 特别提示 就是要往生 极乐世界的人 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 到极乐世界 是去学习的 我换个说法 比如说我们弥陀山 欢迎大家来 来什么呢 来学习 或者学习念佛 或者学习做事情 或者学习读经 以后 或者学习讲经 都可以 反正是要学习 假如有人听说 听说弥陀山 睡觉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 是为这个 我要报名来 肯定不会收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净土 就是 收什么人呢 前面说过 发大成心来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什么事情例外呢 譬如有一种众生 他从来没听过 什么叫发菩提心 他也不知道 什么成佛度众生 他就临命忠实 遇到念佛法门 劝他念佛 他能不能往生呢 能 这是例外 但是他往生 头一堂课 就是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劝他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 只要往生 肯定都要具备菩提心 迟早的是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一些老人家 没有文化 你跟他讲 怎样 发菩提心 甚至讲成佛 讲度众生 他听不懂 他就是念佛 说我要去极乐世界 也能往生 但是往生之后 他就知道 到那边 是去度众生的 正常情况下 都应当发大菩提心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 道场的例子一样 正常情况下 你说我来这边免费睡觉 那报名肯定不收的 有没有例外呢 或许也有例外 假如病得不行了 要死了 没人照顾了 说要顺往生 道场可能也会考虑考虑 但这不是通常情况 这是属于例外 大师所说的是通常情况 通常情况 如果不发菩提心 只是为了享受而去的 不能往生 事故 言不求自身住持之乐 欲拔一切 众生苦苦 所以论文中才这么说 这个巧方便回想 首先我们现在 发心往生净土 这一种回想 就是为了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然后更进一步 为比安乐净土 为阿弥陀如来 本愿力之所助持 受乐无见也 极乐世界 快乐 肯定是 不用怀疑的 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 就是我们不用求自己快乐 到极乐世界 也自然有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只需要发心 求成佛 度众生 下面呢 解释一下回向 很多同学问 什么叫回向 这里大师用了一个 非常巧妙的比喻 来说明 凡事回向 为一己所及 一切功德 施与一切众生 共享佛道 就是很简单 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根 回向给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 同成佛道 现在我们心里慢慢大了 但还不够大 有时候回向 老是那几个人 家人 朋友 冤亲在主 这是比较多的 好像冤亲在主最多 回向来回向去 就是冤亲在主 越回向 冤亲越多 在主越多 到最后 可能所有众生 都变成冤亲在主 回向呢 是让我们心量扩大 越回向 功德越大 有人说 不可以回向了 这一回向 功德都没了 都给别人拿去了 这是不了解 回向 是让我们脱开心量 越回向 功德越大 我回向 愿一切众生成佛 愿一切众生 早日离苦得乐 其实 众生还没成佛 菩萨先成佛 这里面有个很微妙的道理 大师用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这边有一堆柴 菩萨 想点这一堆柴 把它点燃啊 烧掉 那怎么办呢 拿火柴 拿一根火柴 擦亮之后 去点柴火 菩萨就是这一根火柴 这一根火柴 他只想着 要把这一大堆的柴草 点燃 烧光 于是他拿去点 柴草点起来了 那么多的柴草 要烧多久啊 所以 这一堆柴草 还没烧尽 那一根火柴 早就烧光了 这比喻什么呢 菩萨只想 心心念念 利益众生 没想自己 他就用自己的身 去利益众生 最后众生还没成佛 菩萨早成佛了 就这么巧妙 所以我们如果明了 这个道理就知道 发心自己不会亏本 尽可能的发心 尽可能的回想 尽可能的付出 自己绝不会吃亏 我们通俗地总结一下 越不想自己的人 福报越大 成就越大 越想自己的人 国报越有限 福报越有限 菩萨不想自己 他成佛了 我们老想自己 睡觉都睡不着 做事情都会有很多过 什么缘故呢 因为自己 而产生很多的得失观念 所以有必要 常常修回向 这是大师先为我们 说明 回向的经历 回向就是这么巧妙 把所有功德 舍出去 从内心里面不执着 而谁知道 成佛就是这样成的 连自己 希求的果报 也不要了 最后 那就成就 无上佛果 这是回向 真正的用意 那么接下来 会更进一步 从正反两方面 为我们 解释 菩提心 怎样发 怎样离开 菩提心的障碍 怎样成就 这种殊胜的回向 好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